黄元大喊赤犬死小鬼 赤犬向黄元道歉 黄元说闭嘴 好了 现在又给大家带来 海钻漫画1124话 有关打架黄元的高光情报内容 在弹头岛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战逃完正坐着小船哭泣着离开 赤犬正试图联络 在弹头岛上的所有海军 但是所有人都倒在地上 没有人回应他 不过在最后 黄元站起来并接听了赤犬的电话 情报补充说 并不清楚黄元 在接到赤犬电话之前 是否已经倒下 但是黄元就是当时唯一醒着的海军 黄元对赤犬说 等大家醒来后 我会让年轻的海军 向你报告这里的一切 赤犬询问了我老兄土星 和荣和龙的安全情况 然后他呵斥说黄元 这次做得太糟糕了 然而一线狼响的黄元 却一反常态 严肃地回答赤犬说 你杀过你最好的朋友吗 我很软弱吗 撒卡司机 电话另一头的赤犬非常震惊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有关黄元和贝加庞克友谊的闪回 包括他们第一次见的场景 包括他们一起建造单头岛的时候 接着大将黄元 就泪泪满面地对赤犬喊道 如果你有时间怀疑我的能力 那你倒不如来亲自看看吧 你这个死小鬼 赤犬听到黄元这样的语气 感到非常震惊 接着海军一帅赤犬对黄元说 对不起兄弟 大将黄元说 闭嘴 已经太晚了